我是南哥 经过 一番的思考之后 觉得 紫外灯 只有做个开关 还不是很简单 那个有时候要进去 切的话可能会遇到那个 电的问题 紫外灯会照到人眼睛 所以我现在又做一个 这个 你知道有一种 电灯可以用遥控器的吗 这个这个这个 用遥控器这个可以开 关 跟那个 在10秒后关 我把它做一个这个之后就可以 远端遥控它 开跟关 等一下我再试给你看 来来来 各位观众 紫外灯经过改良之后再来一个 这个是 这个用开关切的 还是可以用 那 我们来做一个 不用经过开关的也可以用 开 关 无线遥控 开关 看到没有 哎呀南哥 真的是 鬼才 嗯 是不是 我们只要利用这个 这个是 一般的 其实 南哥也建议说 如果你们家 假设你要睡觉之前 我都这样装的 我把它装在我家的 来 例如这个电灯 例如这个电灯的话 我把它装在电灯里面 把 这个灯 这个 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装在 电灯上面 让它经过你这个 这个所谓的铝类 之类的 再经过遥控器 这样子 就可以控制它的开关 例如说 我本来是早 晚上要睡觉 是这样 要睡觉之前是这样子 但是我要睡觉了 我会把它 关掉 一般 一般我们那个 的那个什么 我们要睡觉之后躺了之后 如果我们开关是在墙壁 离你的 离你的那个 床头又很远 所以 就用这种 先 先躺好之后 把它按关 它就 灯就可以直接关掉 这几年之后我改这个车 很方便 不用说 机器爬起来 把那个 开关切关 之后 再摸黑上床 尤其年纪越来越大之后 就会越 危险 对不对 那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是这个 这个就可以 假设 现在是开的 我按了这个之后 它就会 员后10秒 3 4 5 6 7 8 9 10 10 10秒它才会关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功能 那个 就是说你按了之后你赶快长屏 门被盖好 它就10秒钟就关灯了 多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东西 就是 很好用的东西 这个可以建议给 顺便推广给 大家 今天的话我们是主要是把 把那个 直外灯 改成这个遥控开关 我们在使用上就比较方便 也比较安全 因为 我们要进去 假设我在 厕所 我已经把它 已经 消毒完成之后 我进去还要关一次 按按这个开关 对不对 那 是不是就 也会遭到灯 所以 我把它 改完之后 这个 直接切 关掉之后再进去 那就 就比较安全了 今天分享到这边 谢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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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